这女的不好舍呀,别看她肉不禁风,身边连个朋友也没有,可只要被她盯上,绝对没有什么好下场。 这个女孩叫做小娜,而她找到的猎物,正是眼前这个大美女阿珍。 阿珍是个超级喜欢社交的人,每天去了哪里做了什么,都要拍照拍视频,放到社交平台上去。 因为性格开朗,社交平台上的好友越来越多,但危险也随之降临。 这一天阿珍收到了同班同学小娜的好友申请,她点进了对方的主页,发现小娜竟然一个好友都没有。 阿珍只好点到动态页面查看,看到小娜经常发一些自制的小动画,直色调都是灰白色,看起来有点暗黑风格。 阿珍并没有多想,在好友申请的对话框上点击了确定,在网络另一端的小娜看到这个结果,脸上露出兴奋的表情。 从那天开始,小娜就频繁找阿珍聊天,路上遇到了就要聊几句,分开后就在社交平台上发消息。 就算阿珍没有回复,小娜的消息也会一条接着一条。 没过多久,阿珍就觉得有些烦了,而且阿珍和几个朋友看了小娜的动态之后,发现小娜以前还发了一些很血腥的影片, 这让阿珍更不敢和小娜多接触,可小娜却像是感觉不出来,甚至主动表示要去参加阿珍的生日派对。 阿珍怎么可能同意,思来想去,只能一脸遗憾的对小娜说,那天她打算和男友去过个二人世界,就不要其他电灯泡了。 小娜面露失望,却也没有强求。 结果阿珍说谎都不打算圆一下,生日那天不仅叫上自己最好的朋友出去聚餐,还拍了不少照片发到社交平台上,这下好了,小娜全看到了。 第二天她就怒气冲冲的来质问阿珍,阿珍被问烦了,直接把小娜推开,没想到把小娜的帽子扯了下来,周围人立刻露出惊讶的目光,而小娜则窘迫地把帽子戴好,直接转身离开。 当晚,小娜给阿珍发来聊天请求,她不断道歉,希望阿珍能原谅她,可阿珍不仅拒绝了,还解除了和小娜的好友关系,看着好友列表又变回了零,小娜从悲伤变为愤怒,她决定要让阿珍也尝尝孤独的滋味。 不久之后,老师告诉了全班同学一个不好的消息,小娜自杀了,尸体至今都没找到,阿珍还没从这件事的震惊中回过神来,就发现自己竟然收到了小娜发来的一份视频文件。 视频里,女孩脸色阴沉地点火,然后迅速站上椅子,在火堆上方上吊自尽,阿珍被这荧幕吓得说不出话来,哪有连忙想把视频关掉,却一直显示未知错误,怎么都关不掉。 更可怕的是,第二天一早,阿珍的社交平台竟然上传了这段视频,还标签了阿珍的所有朋友,等阿珍发现时想要删除,却和昨晚一样只会显示未知错误,而且原本被删除的小娜再次出现在阿珍的好友列表里,也是怎么删都删不掉。 警察很快找上阿珍,毕竟没人知道阿珍是怎么得到自杀视频的。 为了降低视频的影响,阿珍决定把整个社交账号都注销了,却发现这也不行,就连平台克服都不知道怎么回事。 阿珍只好找到好友中的电脑大神阿伟,让他帮忙看看怎么回事。 阿伟打开了小娜的社交平台,却惊讶地发现网易的代码竟然是一堆神秘符号,不能复制也无法更改。 看来这件事没办法自己解决了,阿珍不得不先把小娜的事情放一放,可她刚这么想,意外却再次发生。 小娜的账号悄悄发布了一条消息,她和小胖已成为好友,小胖正是阿珍的另一个好朋友。 当晚,小胖和女友虎妞聊天的时候,讯号突然中断,电脑也黑屏了,清晰地映照出她的脸。 小胖回头看了一眼,却没发现电脑里的自己竟然没动,她走出宿舍,穿过漆黑的走廊,在一间房里发现了一个硕大的蜂窝,无数黑风在附近飞来飞去,吓得小胖用最快的速度冲进电梯,可下一秒,电梯就暗了下来,而蜂窝也随即出现在这狭小的空间里。 电梯外,虎妞正好来找小胖,却发现小胖已经遇害了,噩耗传到阿珍等人耳中,阿珍赶忙来医院看望伤心过度的虎妞, 虎妞却冷漠地让她滚,觉得小胖的死都是阿珍造成的,阿珍也很伤心,可到了第二天,她的社交平台上竟然再次发了段视频,正是小胖在电梯里被折磨的监控录像,同样是怎么都拴不掉,阿珍想发动态澄清这不是她的行为,可屏幕跳动了两下后就出现了一句话,你将会知道孤独的感觉。 许多人看到阿珍发的视频后,纷纷开启了键盘侠模式,学校也因为影响太恶劣,让阿珍停学,阿珍不得不开始着手调查小娜。 她偷偷前进小娜的宿舍,发现了一张小娜小时候的照片。 通过照片,阿珍找到了小娜以前的学校,校长告诉阿珍,小娜从小就很阴沉,经常盯着电脑屏幕看,可屏幕上只有她自己的倒影。 当时很多孩子都害怕小娜,只有两个人经常欺负她,结果不久之后,这两个孩子就被黑风袭击,早早结束了人生。 与此同时,阿伟也发现,在小胖的视频里有出现黑风的声音,而黑风经常与女巫联系在一起,是女巫忠诚的护卫。 而小娜自尽的手法,也和一种古怪的诅咒仪式很像。 就在阿珍努力调查的时候,她的朋友们却接二连三的发生意外,虎妞坐在病床上思念男友,手机却猛的一按,映出了她苍白的脸。 虎妞赶紧把手机扔了,想走出病房透透气,却发现隔壁病床上躺着一具腐烂的尸体。 虎妞赶紧冲出病房,却见两个面目全非的男孩朝自己逼近,她又转身躲进另一个房间,还来不及松口气,具有鲜红的弦蔓延到虎妞脚下,她甚至看到自己割喉自尽的场景。 下一秒,一个黑影伴随着黑风出现在虎妞面前。 朋友死了,阿珍的动态里又多了她的死亡视频,剩下的几个朋友还有什么不明白的,他们想要把阿珍从好友列表里删除,去和那些死亡视频一样怎么都无法成功,注销账号什么的就更别想了,他们只能被迫接受死亡的降临。 阿珍的闺蜜第一个受不了,她收拾了行李,准备从学校搬走,可还没离开呢,她发现自己的电脑黑屏了,她在屏幕的倒影里看见自己惊恐的表情,随后门铃声响起,闺蜜不敢开门,只能壮着胆子通过猫眼朝外看。 上千只黑蜂从猫眼里钻进来,准备把闺蜜送去领盒饭,不过阿珍和男友及时发现了闺蜜,把她送去了医院,警察也赶到医院看守,去不了闺蜜被控制着抢走警察的枪,量得比蜜蜂遮更快。 与此同时,阿伟经过多方调查,发现小娜的死法是女巫在无计可施的时候用来诅咒的仪式,她们需要找一块黑镜,站在镜前点燃自己,然后上吊自杀,之后她们就会变成邪灵,获得复仇的力量,想要破解诅咒,就必须找到女巫下周用的黑镜并销毁她。 照这么说,小娜的笔记本应该就是她的黑镜了,只要销毁笔记本就可以了,可现在最关键的是,没有人知道小娜是在哪里自杀的。 阿珍查到,小娜的母亲曾经在一个疑似邪教的公社那边烧伤,结果小娜愣是在母亲肚子里多待了一段时间,然后平安降生,于是阿珍猜测,这个公社就是小娜自杀的地方。 她和阿伟俩人来到公社查找,这里已经荒废许久,找着找着,阿伟就看到了小娜的身影,她知道下一个死的可能就是自己了。 为了活下去,阿伟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。 被插了一刀的阿珍开启了主角光环,用最快的速度逃跑了,好不容易甩掉追杀的阿伟,阿珍发现了一个工厂,这里是欺负小娜的两个小男孩尸体被发现的地方,也曾出现在小娜的画里,或许这里才是小娜自杀的地方。 阿珍连忙呈呈往工厂赶去,顺便把位置告诉了男友,连安在工厂会合,想要找出小娜的尸体,结果已经杀疯了的阿伟一刀捅死了男友,追着阿珍在工厂里跑了好几圈,终于拖到小娜出手,把阿伟也给灭了。 所有朋友死得一干二净,但阿珍还活着,而且完美继承了小娜的一波,冲了一个阴沉可怕的人,常常躲在角落,随时准备朝自己的猎物下手。 影片结束,所以说交朋友什么的,还是要讲究你情我愿,别人不和你做朋友咱也不强求,不然交个朋友都心惊胆战的也太可怕了。 好了,今天就讲到这里,我是怪小妹,下期见。